现在的商家都这么不择手带了吗 小姐姐自述去四川旅游被安定了财尔 于是就去做了一次 结果却被财尔师傅大呼小叫的说 你耳朵里好多泡泡呀 好严重 要好好上药医治一番 小姐姐吓得要死 当地决定去医院检查 财尔师傅确让他千万不要去医院 说光乱七八糟的检查也治不好 就在这上药就好了 来自四川人的忠告 不要去紧区吃饭 不要财尔 不要让别人看手相 小姐姐渐渐的拒绝了 第二天一大早去医院检查 被告知根本没有任何异常 他严重怀疑那个药膏 或许不是治疗真菌的 而是传播真菌的 让人痕痒很痛苦 一财尔上药就舒服 一停止财尔就难受 这样就会形成于不断的客源 好恐怖的套路 财尔都要碰 总共就去过两次感染的真菌 亲在耳朵里滴着药吧 在这句话 医师说来我这大多都是说财尔造成的 财尔的他会故意给你用脏的 然后你耳朵感染了 就会一直去盘那里抠 奇怪的行业知识又增加了 有网友说 以前在美容炼做脸 每次做完都说效果确实不错 后来才发现 最后一步给涂的素颜霜 薄孔都打开以后 在涂上素颜霜 只能说好歹毒 对 我们涂的是防晒隔离 而是比较白 我以前都是做美容的 最后做完都是涂粉底或者素颜霜 甚至还有打工人分享自己的经历 之前在美容院工作 遇到皮肤容易过敏的顾客 直接去药店买抗过敏药 压成粉末 对在面膜里 然后对顾客说 我们的产品适用于任何敏感机 好好好 没有问题就制造问题是吧 某些绣脚店 还会把有脚气的客人 洗过脚的水流着 参进健康的客人的泡脚水里 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买药 随机吓死一名大学生和打工人 吃外卖为了让我们不拉肚子 在外卖里放蟹药 所以吃了只是胃疼 就按摩护理给我们喝的茶 里面放止烤药 所以按摩的时候 商家直接把买家的详细地址 写在评论区上 只要你不删掉评论 卖家的评论也不会消失 真的以整个大震惊 还有网友遇到货物描述不符合 想要举报和退款 结果卖家直接威胁说知道地址 有录音 是女的 北新号码 还得是我拼嘟嘟呀 红着我好皮还贩两块钱 因为价格设置错误 我网友捡漏了一件衣服 不想卖好严香卷就行了 这是在干嘛 不退货也没事 衣服是一堆一堆的 可能有皮肤病啊 脚气啊 啊这 我还没想到原来纸记能塌房呀 许多无良商家为了降低成本 用半美材料制作 还有大量挑白系 能有它物质的基金 如果长期使用 还有剂癌的风险 而且包装上的主要原料也要仔细看 如果写着竹章竹章的 很有可能是被爆直达的扣子上 只有上面写着原生竹章 原生木匠的 才是全新原材料 作为用纸打户 这个分辨方法 真的狠狠客进大脑 其实标准的是GBT20810的 一般用来上厕所或者擦桌子 只有写了GBT20808的 才可以用来擦脸擦嘴 合格的纸淋燃烧之后是灰白色 版局是深刻灰色